很多人问我们说 那灌顶跟随许到底是什么呢 是不是大家如果有听过的话 随许是说 它如果你还没获得灌顶之前呢 你不能自身嘛 自身的意思是什么 是等于说 自己要变成果位的皈依 你把变成果位的皈依这样子而已 因为没有受过这个允许 没有得过这个允许 他只能把什么 把它当成像阴位的皈依嘛 他把说把这个佛菩萨 观想在自己的头顶之上 他就是这样对他齐情 齐其他给加持 给什么 他不是说不能获得这个随许 是没有获得灌顶之前 也是可以获得随许 可是这个随许只准于什么 就是当我那样因为皈依的 好像是第二人的这样子去齐情的 可是我们获得灌顶 而之后再做什么 获得灌顶等于说 他允许你给予你这个权利 说你可以透游进化 透游这样修持 变成果位的皈依 要自己透游自己的悲心 菩提心 空正间而化现出 而生起 变成所谓的果位的 就来说